Hello 大家好 然后呢 我又买了一个快递 所以呢 天黑有来拆包裹 嗯 买了一些桌袋啊 对 就是一些桌袋 这个是 先讲分装吧 先讲分装 嗯 这个分装呢 变囤了一点分装 这个音符呢 好像是他送的这款音符 好像是墨炫家的 这个金色音符呢 是我之前买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买亏了 这个金色烫金的格子特别漂亮 这个金色音符 我在买完这一家之后 自己又去 木的家 自己又去买了一卷金色音符 所以我觉得分装买亏了 因为这家店发货实在太慢了 所以我这个分装就 有点买亏了我觉得 然后这个是KAC一家的 镀星区 特别好看 这个呢 是冷食堂家的 四的和烧的 然后我有新买的 嗯 对 冷食堂最近新开团嘛 新款 然后又有福克四的和烧的 所以我就买了 嗯 然后呢 这个木的的 这两个是木的 嗯 对 这张罐 这个是小帽子 这个呢 是华阳和冯家的天空 这个是 像星星一样 这个上面是 花间一本的 手照 对 啊 然后讲完分装呢 这张 就终于到的 桌大王特点啦 桌大王特点 其实第五代 其实我已经有一包了 但是这一家店的特点 真的特别特别便宜 真的特别特别便宜啊 15块钱一包 然后我就猛团了N包 我就猛团了N包 真的好棒呀 超棒的 这是第五代 然后第四代也是 第四代也是15块钱一包的特点 所以我就团了好几包 猜猜看一下 我之前还从来没有见过第四代特点呢 看一下 这是分装卡 分装卡 这是一张小卡 第五代换成的是大卡 我觉得第五代的这张大卡来的好卡 哎呦 第五代的这张大卡来的好卡 然后第四代的贴纸也比较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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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标和两张目的 嗯 我两张没有裁切过的贴纸 还有一张大卡 其实我发现 第五代的特点比较划算 嗯 这个是 这些 然后 还有一个呢 就是 A5的一个文件夹 我之前买了一包A4的文件夹 A4的文件夹 嗯 然后把它 没有 然后把它用来放很多很多的贴纸 然后我贴纸已经 已经放满了 贴纸已经放满了 所以呢 我又买了一包 不 我又买了 嗯 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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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我打算放 这样子的贴纸 对 然后 或者放 或者是 放 嗯 这样子的 B-Singe 因为我比较喜欢用B-Singe 所以就 买了一个这个 啊 还是很便宜的 不是 我练子的